大家好,欢迎收听Talk Taiwanese Mandarin,我是Abi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觉得台湾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我从小在一个台北的郊区长大 它是一个悠闲的小镇 距离台北市区搭车大概要一个小时 我以前读书跟工作的时候都需要通勤去台北 每天坐车来回真的很累人 后来我开始在家工作后 平常就比较少去台北了 只有去参加一些活动或是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才会去 我自己不太喜欢住在市中心 尤其台北的人口密度很高 意思是土地很小,人很多,感觉很拥挤 以前在尖峰时刻,人多的时候搭捷运都觉得很烦 我住的郊区空间很大 人口密度比较低,住起来比较舒服 唯一的缺点是离市区远,通勤比较麻烦 撇开这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 我觉得重视生活质感的人会选择住在这里 除了台北以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想住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有一点难 因为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优缺点 你最喜欢的城市,有时候不一定你真的会想住在哪里 还要考虑现实面和各种方面 我就先来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城市吧 第一个是台东 台东是我最爱的地方之一 它的好山好水是无人能敌的 尤其是这一片美丽动人的东海岸 让我一来再来,流连忘返 在多年前,我曾经到台东住了快一个月 到后来我还是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 来走走看看朋友 台东简直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只是它比较乡下 所以大部分在这里出生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其他城市去工作 所以说选择住在这里的话就是属于拥抱海洋跟大自然 远离城市的生活了 除了台东以外,我也非常喜欢台南 其实我只去过台南两三次而已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古都 就是古老的城市 台南有一种特别的氛围 大家的步调都很悠哉 而且它是我觉得全台湾第一美食之都 走在路上随便找一家小吃摊来吃都很好吃 我最喜欢的小吃是锅烧意面 你如果去台南一定要去吃 除了美食以外 它有很多老房子改建的小店、咖啡店 上次去台南的时候 我去了两家咖啡店都非常有个性 其中一家我非常喜欢 那家咖啡店老板也是我遇过最酷的咖啡店老板了 台南人都特别热情、好相处 就算你一个人 他们也会跟你很自然地聊聊天 明明我才第一次去那家咖啡店 跟老板聊一聊就感觉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应该就是太热了吧 不过我觉得台北也很热就是了 还有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夜生活 如果你喜欢夜生活的话 还是住在台北或高雄这样的大城市比较适合 台南是比较悠哉慢步调的城市 再来我也很喜欢宜兰 宜兰的好山好水也是大家都相当喜欢的 甚至有人称它为台北后花园 不过宜兰的人可能都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 我觉得台北人取这个名字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宜兰离台北很近 又有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色 悠闲的生活步调 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距离就可以让人暂时远离城市的繁忙 是许多人假日的旅游首选 我觉得会选择住在宜兰也是很懂得生活的人 在这边生活感觉很宁静 心情也会很平静 宜兰是我会认真考虑居住的地方 我喜欢他们的生活步调 很适合骑脚踏车 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我听说很多人都觉得台中是最宜居的城市 其实我对台中不太熟 虽然以前去过好几次 不过也都只是去逛逛夜市 一些旅游景点什么的 以前对台中的印象其实不太好 觉得治安好像很差 后来在几个月前 我去台南待了一个多礼拜 准备回北部的时候 想说顺便去台中看看好了 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宜居 结果我在台中待了好几天 我去了几个公园 我觉得很不错 对我来说 公园是一个宜居城市很重要的元素 一个好的城市一定要有很多大公园 大家可以去运动散步野餐 还有拿天气来说 台中的天气比台北好多了 没有台北湿度那么高 晒衣服比较快干 整体来说住在台中也蛮方便的 如果你喜欢城市的便利性 但是又不喜欢住在大城市 台中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 那我心中最宜居的城市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刚刚提到了台北 台东 台南 宜兰和台中 其实要我说最宜居的是哪一个 我也说不出来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 每个城市都有它可爱的地方 也会有可恨的地方 所以我讨厌台北的繁忙跟拥挤 可是说到要参加活动 看音乐表演 台北还是最多选择的 台东和花莲有无人能比的美景 美丽的东海岸 不过如果你喜欢都市的热闹活动 这些地方可能就不适合你住 台南有全台公认的第一美食和 古色古香风格小店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 没自己的交通工具 就会不太方便 虽然我刚刚没提到高雄 但是我也喜欢高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特色 如果要一一介绍的话 我可能要再另外开一集了 那你呢 你来过台湾吗 哪个城市是你觉得 最适合居住的呢 欢迎写信告诉我 你觉得最宜居的城市 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国外都可以 或是你也可以跟我介绍你的家乡 那如果收到你的信 我可能会在下集的podcast上面 念出来 让大家知道 你觉得最宜居的城市是哪一个 还有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意见 想听什么样的内容 都欢迎写信告诉我哦 我非常期待收到你们的信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